现在是一点半 通车了啊 一边放行 真的是整整的已上午啊 现在啊 我们也去排着队啊 万一的话 放行只有一个小时 那不是还过不去啊 所以说要赶紧去排队 这大度车还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网络瘫痪了 上不了我 因为上网人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就根本上不了我 所以说要赶紧去排队 这交警啊 把我的行驶证和驾驶证给收走了 他让我去那边的路边先停着去 现在已经处理完了 我这个车还有后面这几辆车都处理了 这确实我从第一个入口进去的时候 就没有夹到最右边的车道 这相当于说是逆行了 相当于是逆行了 然后以为单边放行 没有事 因为前面的车也多嘛 都是往这个左边的车道走 这反正是我做的不对 这说多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交通规则当时考驾照的时候都是学过的 说多没有意义 确实是我们这几辆车确实是不对啊 不对 什么没有夹进去 这都是借口啊 这都是借口 就不多说了 反正处理完了 这又堵住了啊 这我前面就 就一辆车了 两辆车 这不知道咋了又 朋友们 就前面那个桥塌了啊 前面 又堵住了啊 这逆向的 刚刚我就是逆向 现在这对面 开始放手啊 往哪儿吧 现在是两点半 终于是过来了啊 但是我看前面的天气啊 正在下大雨 前方正在下大雨啊 这边的雨下的还不小啊 挺大的 这雨又停了 这雨又停了 停了好啊 如果雨的话路上要滑 没有打过车 把它都过不去 到了啊 我们一线 暂往屋里 停在这里 人家不让停 这是旅游的 都不让停 打算换个位置了 好了 把车换了个位置啊 这里呢 都是自驾游的 看这里边 这里边确实停不下了 本来想停这里边的 满满的 现在把这个电动车拿下来 因为这里是县城的边上了 去买点菜 观景桥 这里边就是菜市场 这波密的物价确实是低 真的低 你像这个牛肉 42 我之前在哪里买的牛肉 在 左供 忘记了 反正在前面的县城 一斤55 纯肉55 这里42 那个猪肉 大家也看到了 前面是20多 这里才卖12 一斤便宜10块钱了 猪肉 过来买点卤肉 这个可以吗 这个 一般的就行 不大不小的 不大不小的 对 三十块钱 三十啊 好好好 这个鸭怎么卖啊 鸭子三十块钱一个 一个三十 嗯 切得薄一下老板 好的 好的 多二多一个 今天晚上再买点汤圆吧 煮汤圆啊 大饼子一个 汤圆一包 够了啊 今天的晚饭 够吃了 也能吃饱 回去 有个车就是方便啊 然后没有车的话 走半个小时 累得要死 回来之后 我发现我爸 在给我修这个车 他说这个板子要掉了 忙完 我们开始吃饭啊 猪耳朵 还有中华老字号 菊花白 国家非文化物质遗产啊 我爸喝一点 多喝点你啊 是 喝来喝来喝去还是喜欢喝这曲花味 因为淡淡的曲花味啊 听起来话 也不是那么重 小剑探柯 朋友们来干杯 这曲花白多喝点没事啊 喝多的话第二天不难受 喝完酒吃完肉 做一点 做一点 煮食啊 汤圆 下这个汤圆 我们隔壁的车友 在帐篷里做饭了 我们后面的车友也开始做饭了 下汤圆 下汤圆 怎样一斤都不能吃完 差不多吧 好 此刻呢 是晚上的十点钟了啊 这有的还在聊天 这 今天啊 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是 这都没关系 朋友们 这人生嘛 该吃了吃 该喝了喝 是不是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难受 你不吃饭 它已经变成事实了 是不是 那只能苦的是自己啊 所以说 该吃了吃 该喝了喝 没有什么事情啊 是一帆风顺的 对不对 都是注定的啊 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注定的 都是注定的 该吃了吃 该喝了喝 该睡了睡 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有那么多想法的话 还不如把它转换成动力啊 多挣点钱 是不是 好了 朋友们 我也不说了啊 上车 编辑编辑视频 休息了 明天见